你是一个十二不赦的大反派 可你却有一个正派的先人妻子 修仙界的人称呼你为七杀魔君 你的妻子被人奉为百花仙子 自古以来正邪不两立 你在第四次正邪大战时不幸隐落 你此前也彻底明白 在这大战的背后 有着一双无形的巨手 在操控着正邪两道 即便身为魔君的你 也只不过是这末黑手的一枚棋子 而你的棋子最后下场定然会跟你录出一辙 你不甘心啊 可就有无力改变 不知过了多久 你往往睁开双眼 映如眼连的是满山遍野的火海 到处都是尸横遍野残垣断壁 可在这火海中 却有一位身穿白色宫庄的女子 犹如九天仙子一般的屹立着 此人正是你的先人妻子 秦兰 你以为是她救了你 又是黎茫潮的女子身上扑去 更快你就发现了不对劲 自己秦兰直到秦兰的大腿之处 她什么时候长这么高了 如果换着其他人这般无力 女子早就一巴掌把她闪死了 隔面前的人还是一个孩子啊 你也终于反应过来 自己好像重生了 一旦魔君竟重生回到过去 而她的妻子已经是大成妻的大佬 这要怎么让妻子相信 自己是她的丈夫啊 可修着女子身上散发而出的清幽香味 望着她令众生沉沦的绝美龙颜 这就是你的妻子 清兰 没错啊 你也不管我解释了 抱着她一遍又一遍喊着 我是你夫君啊 清兰 最终女子的无可认 一股气息自身上四散而开 还是凡得你被冲出树密 最后砸在领土上 混了过去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 你忽然惊醒 看着自己的双手 早就没有那征战各方留下的伤痕 而有些难以置信 自己真的重生了吗 回想前世发生的各种事 你也总算确认了现在的时间线 这是第一次与清兰碰面的时候 自己的村庄被狼群袭击 只有十岁的你和林木被清兰救下 其他村民全都遇难 清兰看你们两个可怜 于是便带着你们前往宗门 到清兰醒来后 有个女子紧然表示店主要见你 林木有些担心地看着你 之前你的无理可把她吓坏了 现在仙子应该是要追责了 不过你却一眼淡淡地让她放心 但其实心里也没谱 毕竟要怎么让清兰相信 自己就是她丈夫呢 最稳妥的方法 就是假装受到刺激 封魔了 可清兰在外人面前 一直都是以百花仙子的老后为名 知道她的名字的人不多 所以这个方法根本行不通 而且上一世 你的天赋极差 如果没有做出改变 那么最后的结果 就会被送去外门当杂役弟子 与清兰再次相见的时间 将会退后数十年之久 你再慢慢修炼 所以你必须冒险 但清兰相信你就是她的夫君 从而给你提供修炼上的帮助 用最快的时间来获得足够的力量 只有这样做才能改变未来 等再次见到清兰后 也没有丝毫隐瞒 而是直接坦白是从未来穿越回来 也真的是她的夫君 自从清兰到了大成期后 就再也没有来人敢在她的面前放肆 你屡次对她的不敬 都是在消磨她的耐心 眼中的杀意 让你知道能说的话不多了 连绞尽脑汁地开始回忆有关她的事情 从喜欢的东西到害怕的东西 从鲁鸣到修炼的功法 可清兰的杀意不减反增 她已经完全把你当成了其他门派的卧底 因为清兰主修的不是温天宗的温天九诀 而是飞雪店徒有的兵心诀 除了她的师父无人知晓 这卧底渗透的太可怕了 词字必出 在这之前 如果你可以说出纵门还有哪些卧底 它可以给你个痛快 所以呼吸越来越难 你知道自己越描越黑了 只有决定性的证据才能让你活命 你坚然的说出 你说的这些话 那向来冰冷的百花仙子脸上都出现一道飞红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功法和爱好 都是可以调查得到的话 那么关于自己身体的隐私 除了她自己 这世上不可能有第二个人知道 清兰送看的束缚 想听你还能再说出什么 你知道自己的小命暂时有了保障 而还有一件事 藏在清兰心底的最深处 没能知道被诗人敬仰的百花仙子 竟是通过试诗上位 但这也并不怪她 谁是那遭到头的诡计而自食其果 冰心卷乃是一种炉顶的功法 一旦破功就会将功力管输给对方 是否想利用清兰作为筹码 就交换宁丹妙药来续命 最后被她发现才给杀死 当这个秘密也被你说出来之后 即便修炼冰心卷的百花仙子 导心也出现了紊乱 心中脸不住在想 难道眼前这个小屁孩 真是自己的夫君吗 虽然你继续讲述未来发生的种种 竟然发现很多事在你的解释下 就串联的通了 不过现在盛世太平 一点都没有大战将要发生的迹象 对于你说的正邪大战 以及木偶操控的黑手 竟然还是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他已经是大成期的大佬 这个世界能给他带来的威胁的人不多了 修仙境界的划分为 炼气 入鸡 金丹 云鹰 出跳 合体 动虚 大城 杜劫 他很难想象 究竟是谁可以做到以众生为棋子 来操控时间的一切 那他的实力难道远在杜劫之上吗 那又是一种什么境界呢